澳洲慈忌人医会在博斯一间牙医诊所办议诊 主要针对街友还有难民照顾他们的牙齿健康 而现场等候区 志工把握时间进行口腔卫教也介绍慈忌 有民众就表示 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一次机会见到慈忌人 所以没有把竹筒带回来 而这一次的议诊结束之后 也要展开日存善念的行动 两位医师服务一位病患 澳洲慈忌人医会在博斯史宾塞牙医诊所举办议诊 需要治疗牙齿的 有监友也有红十字会收容的难民 我感到疲惫 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非常幸福 我感到感到感到 对这些人的医院 对这些人的工作 对他们做的 谢谢 因为是非常好给他们的 我看了一些照片 她就覺得 我的天 這些瘋狂的人 甚至你只能拿到2,000或2,000 然後做一個清潔 甚至他們不能講英文 他們只會說 感謝 感謝 然後我就覺得 你去休息一下吧 由於患者很多 慈激職工特地安排等候區 不浪費時間進行衛教 也介紹慈激 我可能只要 減少錢 每天都放進去 嘗試幫助別人 藝診現場洋溢著大愛和感動 是因為這個場地 是梅蘭妮醫師的診所 他提供了場地 而所有醫護人員更是提前投入心力 和慈激職工親手布置 整理環境 希望讓參加藝診的每一個人 都感到自在與溫馨 帶來新聞知識美職工余文清 陳順賢謝慧如澳洲報導